国语混双最强的代表无疑是雅思组合 曾经的他们在国际赛场上 以107胜9负成为胜率最高的第一名 并且在雨联的历史上突破11万分的大关 创造了世界纪录 如果说10万分的大关是攀登昆仑山 那么雅思组合的突破证明了 他们已经登顶珠峰 就在本月6日 中国羽毛球队参加东京奥运会名单正式公布 国语混双雅思组合 郑思维和黄亚琼就在名单中 郑思维1997年在浙江温州出生 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羽毛球 2005年进入试体校羽毛球队 2013年郑思维选入国家队 并在2014年获得亚青赛男双冠军 黄亚琼1994年出生于浙江渠州 8岁时在单山路小学学习 开始跟着曾经的羽毛球退运动员曹继 接受正规的羽毛球训练 并在2003年 被浙江体育运动学校选中 2012年进入国家羽毛球队 这两位年轻来自浙江的90后 他们的实力是不言而喻的 并被东江游会列为 世界羽帘混双排行榜的第一名 在8日晚 东江游会羽毛球项目出现结果揭晓 亚思组合将在A组迎战荷兰组合 塔布林和皮克 韩国组合徐城仔和蔡有丁 以及埃及组合 埃尔格姆和汉尼 这将是亚思组合首次征战运会 他们将向目前唯一缺少的 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自2017年11月 亚思组合正式组队以来 他们就势如破竹 从2018年取得8个混双大赛的冠军 5个月的时间 连破4次世界纪录 直到2019年 亚思组合成为冠军收割机 其胜率高达92.5% 更是在2020年 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 羽毛球大师赛中 获得混双冠军 郑思维和黄亚琼 以耀眼之姿 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着永不放弃 与奋勇拼搏的精神 成为国人的骄傲 在2016年 礼于奥运会羽毛球混双 项目的比赛中 代表国语出战的张楠 赵云磊 仅获得了一枚铜牌 5年过去了 如今在冬季奥运会的赛场上 冲击奥运会羽毛球 混双金牌的重任 落在了亚思组合身上 郑思维和黄亚琼 无疑是近些年 国语成绩最好 最稳定的一队选手 而他们作为头号种子 是国语的希望 面对即将来临的冬季奥运会 郑思维发文说 在奥运会面前 我们就是小队员 就是新兵 而黄亚琼则表示 自己兴奋 紧张 期待都有 因为这是自己的 第一届奥运会 所以很期待 同为90后的代表 郑思维和黄亚琼的 风格有所不同 郑思维头脑灵活 思维敏捷 黄亚琼沉着细腻 扎实稳健 两人正好形成互补 其配合十分默契 在赛场外 两人也投身公益 始终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郑思维和黄亚琼 从2017年组合开始 仅用一年的时间 就在比赛中 获得9个冠军 和3个亚军 世界排名 已经遥遥领先于 第二名 王一律和黄东平 目前 雅思组合 已经成为 国与最稳定的 混双搭档 更是东京奥运会 混双争贯的最大利器 但雅思组合的经历 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也曾遇到过挫折 2018年初 他们曾在全英冠军赛上 决胜局时崩盘 此时两人的配合 还不够默契 从那以后 他们就一直想办法 解决配合上的生疏 经过几个月的客户训练 两人的状态越来越好 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被更多的人 给予了厚望 在2018年结束的时候 雅思组合的成绩 就达到了恐怖的 76胜6负 他们用一场场的连胜 证明了他们是最佳排档 2019年 在羽毛球世锦赛中 国语只有一块金牌入手 创造了1983年以来 是锦赛最差的成绩 也失去了 世界第一羽毛球强国的地位 不过在巨大的压力下 雅思组合为国家保住了 混双金牌 同时也捍卫了国语的荣誉 特别是沉稳的黄雅琼 成为国语的定海神针 他在往前技术细腻 心态稳定 比郑思维大三岁的他 经验丰富 也更能沉得住气 而郑思维也在球团 被誉为天才型选手 他防守好 爆发强 杀球极快 接球非常两贯 并且善于捕捉对手的漏洞 经常打出让对手出乎意料的球 在比赛后 郑思维曾这样称赞黄雅琼 如果不是他全面的往前技术 我不可能有这么多 连续扣杀的机会 在去年的马来西亚大师赛上 这是雅思组合的开年首战 他们连续击败 印度的组合 乔普拉和瑞迪 马来西亚组合 吴顺发和赖佩君 以及印尼组合 费兹尔和维德加加之后 一路杀入总决赛 决赛对阵的是 王一律和黄东平 面对强悍的对手 雅思组合沉着冷静 默契配合步调一致 控住了比赛的速度 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一个负责封网做球 另一个负责扣球杀球 郑思维的连跳扣杀 使得比分不断提高 和对手拉开了距离 最终 以21比19和21比12的成绩 拿下了马来西亚大失赛的冠军 有人说雅思是无敌的组合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认为啊 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郑思维以杀球起家 俗话说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而郑思维就是这样的选手 他的杀球节奏 比其他选手快一倍 因此很适合 让黄雅琼取得快速串联风法 然后黄雅琼则是靠防守 他的往前发挥非常稳定 以及前往的速度非常快 再配合郑思维的快速进攻 给球场上的对手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两位选手的配合攻防兼备 再加上两位小将的年轻资本 赛场上的反应能力 以及体能都非常的强硬 比赛经验也比较丰富 所以说 雅思组合是无敌的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回顾2020年 郑思维坦言道 这一年的训练对我来说并不顺利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养伤 这一次奥运会对我自己的心态 是比较大的考验 黄雅琼也诚恳地说 单看成绩的话 我俩站的位置确实比较高 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中间有多少困难 在奥运冲刺阶段 郑思维和黄雅琼分别进行 中精系技术环节的训练 两人专注磨合 不断提升 同心合力 奔向东京 90后的冠军精神 不断超越自我 失败时 他们永不气馁 成功时 他们谦逊低调 让我们看到了 90后运动员的运动精神 他们谦逊 果敢 永不放弃 勇于超越自我 并且用行动 为大家树立榜样 弘扬青春正能量